下年你再選擇的亞姐來參加吧 是不是? 真不好意思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p Pan 很久沒和大家聊天了 這條影片會說 詩一姐 攝影儀 你知道我平時很多時候笑狗她 但今次我同情她 並且支持她上訴 有理據的 找了法律條文 這個新聞就這樣說 她說 亞士一姐的攝影儀 去年九月因為沒有戴口罩 被她的街坊追拍露罵感到不滿 逐起飛腳踢向對方的肚子 我看了影片 看回那條被人追逐的影片 跟著她的身腳出來 當時有一個鏡頭拍到 攝影儀的腳飛出來 另外也拍到那個鏡頭 因為攝影儀已經在電梯裡 下電梯是有一個人 同一時間在電梯裡出來的 出來的時候 那個人說 你不要遮住我 然後那個女生拿著手機的人 鏡頭就向著她的腳 那個人應該比攝影儀高 你說如果是記者或是法庭說 踢向她的肚子 踢不踢到呢 他又高過她 最頂多是踢到她的雙腳 或者是碰不碰到 是一回事 另外 出電梯的人可以成為靜人 是令事主受傷 以她的力度和高度 是不能令事主受傷的 我看的情況 如果她是受傷的話 她應該即時要去報警 同時也要驗傷 說真的 那個女生是真的不對的 待會再說回法律條文 她怎樣不對 但是 如果你說 那個攝影儀是沒有戴口罩的 你不應該這樣的方法 就追著她九條街 然後跟著她入升降 待會告訴你 她觸犯了什麼法例 但是如果她正確的做法 應該覺得 她沒有戴口罩不對 她即時可以報警 然後告訴警方 令警方去執行任務 因為知道她住在哪座大廈 上家 你問回警察到場 問回看奸 喂 世英儀住在哪一層樓 哪一單位 由警方去處理她沒有戴口罩 你不應該這樣追著別人去 執行私刑 追著她去滋擾她 好了 說回這宗新聞 事後 被警方控告一項普通襲擊罪 以及違反口罩令 口罩 不戴口罩當然不對 如果沒有戴口罩 最高罰款是一萬元 現在罰了五千元 當日22日在屯門法院被判罪成 入獄兩個星期兼罰五千元 五千元就是沒有戴口罩 但是普通襲擊要約罰她兩星期是否合理 繼續聽下去 在3月21日前日 她在屯門法院提堂罪成 普通襲擊罪判兩個星期 沒有戴口罩五千元 經理人林保玉到庭審 知道判決後方寸大亂 即時同行律師商討對策 然後向法庭申請保釋上訴 法官再次開庭 並且接納他申請保釋上訴 需要邀交保釋金是五百元 林保玉出招成功 保釋了申請上訴後 他和薛影兒離開法院 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 現在我們公司會承擔一切所有律師費 同時會全力協助薛影兒度過難關 記者問他 剛才在機留所探望阿儀的感受是怎樣 然後他的經理人林保玉就這樣說 他說感受很深 因為我是第一次隔著鐵窗接觸他 當我見到他很無助的表情 加上凍冰冰的環境 令到我很難受 以及見到警員命令他要脫鞋帶的時候 他完全聽不明白 目光放空 這樣林保玉就跟SIR說 林保玉自己想幫薛影兒脫鞋帶 然後他跟著林保玉所說 那一刻他的心很酸 很難受 發覺原來大家相處這麼久 他的心已經和他連結了 我告訴你 另一件事也可以找律師 向法庭做一個測試 其實阿薛影兒在外面很多傳媒朋友 知道他的智商 不像他的年紀 38還是39歲 不知道他生日未 但如果你可以經過一個心理評估 原來他的智商只是一個幾歲的小孩 他這樣追捕他 而做出一些起飛腳的行為 也未必有踢到這個事主 或者可以上訴成功 也不奇怪 另外 他去到這個 我現在講的這個第一個 刑事法與騷擾行為 他說 譬如有什麼刑事法與騷擾行為 這個拿著手機 追捕著阿姨的騷擾行為 騷擾行為在法律上 有什麼包括 包含了 命令一個人保證會遵守法律和行為良好的權力 襲擊及毆打罪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傷人和其他人的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非法禁錮或者遊蕩 有關電話和遊證署的法規 我不要說那麼多 還有公眾滋擾 如果你說遊蕩罪 其實這個人有沒有犯到遊蕩罪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根據香港法例 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第160條的遊蕩罪 第一 他說任何人在公眾地方 或者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 意圖犯可以逮捕的罪行 即屬這個犯罪 可處第三級犯罪及監禁六個月 另外第二項 就是任何人在公眾地方 或者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 其實他一路追到大廈門口 即大廈的電梯門口 他說並以任何方式 故意妨礙他人使用 該公眾地方及該建築物的共用部分 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監禁六個月 他一路追到薛瑩 去到他自己本身住的單位下面的大堂的電梯 這是公眾建築物的部分 現在他是不是妨礙他人使用這個電梯 我講過 因為如果是市映兒的代表律師 可以說 你覺得他戴口罩不對的話 你可以即時報警 叫警員去著手執行那個任務 你不需要自己追去幾條街 你現在這樣對當事人成為了一種滋擾罪 一來是滋擾罪 二來也是在街上的遊蕩 公眾滋擾 另外 遊蕩罪的第三項 就是任何人在公眾地方 或者建築物的共用部分 遊蕩 我想問 那個拿手機的女生 他是不是住在這個大廈裡面 如果你不是住在這個大廈裡面 那你找市映兒做什麼 我都叫了你 如果他覺得是犯法的話 沒有戴口罩 你就叫警察 而且他說 不論是單獨或者是結本 在這個地方出現 而導致他人 合理地擔心本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職屬犯法 一經定罪可以處監禁兩年 其實你這樣跟蹤別人的話 他都可以說他很害怕 他怕到自己人身的安全 其實他現在可以是自衛的 起飛腳 是防止你跟蹤他回家 小姐 可以嗎 第四項 他說 這個條文的建築物而言 共用的部分 Curman Pass指 第一 就是入口的大堂 或者門廊 通路 走廊 樓梯 樓梯 平台 天台 升降機 或者是自動梯 B 就是建築物佔用的 共用的地庫 洗手間 水廁 洗衣房 浴室 和廚房 C 就是遺地 車房 停車場 汽車監 或者是裡面 現在 涉影兒的經理人 林寶玉 不服判刑過重 即時向法庭提出 申請保釋上訴 最終法院接納了申請 交五百元 另外 在23日 亞視方面 特別為薛影兒開了記者招待會 就官司這個事件公開向公眾道歉 經理人林寶玉在記者會上先發現 作為亞視經理人 日後會好好地監管旗下藝人的言行 未來日子 亞視上下一心貢獻社會 多做善事 薛影兒也會完全配合 用能力幫助有需要的人 至於案件的詳情 由於進行司法程序 現階段不宜談論 我只是以言論自由看這宗官司 我沒有說 我只是支持他 做法上訴 另外 當然他有機會不聽我說 我找個心理專家評估他 究竟他的智商是否只有幾歲的小朋友 其實就算說出來 是真的查到原來只有幾歲的智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被人追蹤的話 去保護自己 甚至乎起飛腳 他也是一個小朋友的行為 我告訴你 如果他幾歲都可以參加亞姐的話 我告訴你 下年你再選辦亞姐 就馬上來參加了 大哥 是不是 不好意思 然後薛影兒公開 向公眾致歉 他說不好意思 這條事為大家帶來很多麻煩 這就是今天報導的新聞 你們覺得怎樣 留言告訴我 好 不再讓你孤單 阿沙陪你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Woohoo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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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